编程 作者 沈从文 七 到了端午 祖父同翠翠在三天前夜以预先约好 祖父守船 翠翠同黄狗过顺顺掉脚楼去看热闹 翠翠先不答应 后来答应了 但过了一天 翠翠又反悔回来 以为要看两人去看 要守船 两人守船 祖父明白 那个意思 是翠翠玩心与爱心相战争的结果 为了祖父的牵绊 应当玩的也无法去玩 这不成 祖父含笑说 翠翠 你这是为什么 说定了的又反悔 同茶洞人平素品德不相衬 我们应当说一事一 不许三心二意 我记性并不坏到这样子 把你答应了我的即刻忘掉 祖父虽那么说 很显然的是 祖父对于翠翠的打算是同意的 但人太乖了 祖父有点悄然不乐了 见祖父不再说话 翠翠就说 我走了 谁陪你 祖父说 你走了 船陪我 翠翠把眉毛皱拢去苦笑着 船陪你 嗨 嗨 船陪你 爷爷 你真是 祖父 你总有一天会要走的 但不敢提这件事 祖父一时无话可说 于是走过屋后 塔下小铺里去看葱 翠翠跟过去 爷爷 我决定不去 要去让船去 我替船陪你 好 翠翠 你不去我去 我还得带了朵红花 装刘姥姥进城去见世面 两人都为这句话笑了许久 祖父李聪 翠翠却摘了一根大葱 呜呜吹着 有人在东岸喊过渡 翠翠不让祖父战先 便忙着跑下去 跳上了渡船 圆着横溪篮子 拉船 过溪去接人 一面拉船 一面喊祖父 爷爷 你唱 你唱 祖父不唱 却只站在高檐上望翠翠 把手摇着 一句话不说 祖父有点心事 心事重重的 翠翠长大了 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 无意中提到 什么时会红脸了 时间在成长她 似乎正催促她 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负点则 她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 欢喜说到 关于新嫁娘的故事 欢喜把野花带到头上去 还欢喜听人唱歌 茶同仁的歌声 缠绵处 她已领略得出 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 爱坐在岩石上去 向天空一起云一颗星凝眸 祖父若问 翠翠 想什么 她便带着点害羞情绪 轻轻地说 在看水鸭子打架 照当地习惯 意思就是翠翠不想什么 但在心里却同时又自问 翠翠 你真在想什么 同时自己也在心里答着 我想得很远 很多 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 她的确在想 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女孩子 身体即发育得很完全 在本身上 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 到越久来 也使她多了些思索 多了些梦 祖父明白 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 祖父心情也变了些 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 但在人世上的自然现象 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外 因为翠翠的长成 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 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 重新找回了些东西 翠翠的母亲 某一时节 圆同翠翠一个样子 眉毛长 眼睛大 皮肤红红的 也乖得使人怜爱 也懂在一些小处 起眼动眉毛 使家中 长辈快乐 也仿佛永远不会同家中这一个分开 但一点不幸来了 他认识了那个兵 到末了 丢开老的和小的 却陪那个兵死了 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 谁也无罪过 只因天去负责 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 心却不能完全同意 这种不幸的安排 贪派道本身的一份 说来实在不公平 说是放下了 也正是不能放下的 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 那时还有个翠翠 如今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 老船夫的年龄 还能把小船再遇下去吗 人愿意神却不同意 人太老了 应当休息了 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 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 全得到了 假如另外高处有一个上帝 这上帝且有一双手支配一切 很明显的是 十分公道的办法 是硬把祖父先收回去 再来让那个年轻的 在新的生活上 得到阴分接受那信或不信 才和道理 可是祖父并不那么想 他为翠翠担心 他有时便躺到门外岩石上 对着星子想他的心事 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 正因为翠翠人已长大了 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 无论如何 得让翠翠有个着落 翠翠既是他那可怜母亲 教把他的 翠翠带了 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 他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须什么样的 人方不委屈他 前几天 顺顺加天保大佬过西时 同祖父谈话 这心直口快的青年人 第一句话就说 老伯伯 你翠翠长得真标志 像个观音样子 再过两年 若我有闲控 能留在茶同照料事情 不必向老牙到处飞 我一定 每夜到这西边 来为翠翠唱歌 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 一面把船拉动 一面把那双小眼睛 瞅着大佬 于是大佬又说 翠翠太娇了 我担心 他只一余听点茶同人的歌声 不能做茶同女子 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 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 又要马儿不吃草 又要马儿走得好 哎 这两句话 恰是古人为我说的 祖父慢条思理 把船掉了头 让船尾报案 就说 大佬 也有这种事 你瞧着吧 究竟是什么事 祖父可并不明白说下去 那青年走去后 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于一个男子 口中的真话 实在又愁又喜 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 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 当真交把了他 翠翠是不是愿意 请不吝点赞订便捷